告诉你啊 要想在股市长久的生存下去 甚至还想赚到一定的生活费 那下面十条铁律 一定要牢牢记住并严格执行 第一个呢 不要乱补仓 尤其是在弱势环境下 下行趋势的票绝对不要乱补 否则只会越逃越深 第二个 不要老想着卖在最高点买在最低点 如果你有这么牛 早就世界第一了 其实不管什么时候 只要赚钱的卖出都是正确的 第三个 永远不要买仓 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才可以把仓位打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市场永远是不断变化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跟随 而不是去提前预测 第四个 仓位管理重中之重 可以分仓买入 先见底仓 趋势向好时再大胆加仓 第五个 非常重要 只有在行情好的时候 做处于上升趋势 成交量活跃的票才比较OK 第六个 喜欢做超短线的朋友 一定要有时间订盘 尤其是分时图 主力的意图很多时候都在分时图中直接体现出来 就看你能不能看懂了 分时图如果出现无量上拉要离场 无量下跌就是进场的信号 第七个 做短线强势票 还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盯住50线 在50线之上一直拿着跌破就走 如果能重新站上50线继续关注 第八个 一只股票如果高点与低点开始同时下移 说明后进不足要走下降趋势 是明确的离场信号 第九个 当你连续好几天都在亏钱的时候 最好先退出来观望 有可能是你的交易模式和现在的市场不相容 等待符合你模式的行情出现时 再进场也不晚 第十个 不管你采用的是何种模式 永远记住 保住本金始终是最重要的 这一条一定要刻在脑海里 当成你的座右铭 以上十点都是交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 希望这十条股市精髓能让你毛色顿开 关注我教你更多股市小技巧